VIPP主席大家好 先過兩個星期VIPP都比較忙 懷疑VIPP的老闆好像知道VIPP有出開片 所以特別多東西給VIPP做 最近就沒什麼時間出片 但這兩天實在有個題材很想跟大家分享 之前都可能沒機會去聊一下 就是潮濕 其實3月25日這個星期都幾潮濕 但是VIPP發現整個香港 不單是康城、將軍澳、整個香港都非常潮濕 而實在是非常誇張的 那濕到什麼程度呢? 今天VIPP就收藏資料跟大家分享一下 究竟康城這裡濕成怎樣 其他區又怎樣 還有大約會說一下為什麼會有潮濕這個原理 就是有潮濕的 歡迎來到VIPP主席頻道 未訂閱我們的朋友 記得訂閱我們的VIPP主席頻道 其實去到2022年2月份 大家可能都在網上看到一些先景的圖片 好像合成相 但實際上是真的相片 例如這幅 又或者是這幅 其實一些很低的雲層穿過了香港市區 變成香港市區的仙境 就這樣看上去 雖然樣子好像很美 但另外一方面 其實都是告訴大家 帶了大量的濕氣去到我們的生活環境之中 其實VIPP在三月頭 最後一條片去分享一些神秘白煙 應該就是一個回南的現場 吹了大量一些低空的濕氣或雲層 就好像一些入侵的白色雲層 就入侵將軍澳 直至去到昨天3月25日 就開始有新聞出 原來不單是將軍澳 整個香港 在不同的社交媒體上 都發出了很多大量潮濕 蠻誇張的資訊 可能你都會問 其實潮濕一向都有發生 尤其是春天一向都有潮濕 香港潮濕也不是什麼新鮮事 而將軍澳潮濕也更加是 大家處在將軍澳街坊都會知道 但在3月25日 星期五的濕度 除了提到天文台六島的濕度 去到98-100之外 其實是一些平時行人路的地面 包括我們的每個網警的平台 又或者是去到7x24通道去地鐵站的普通露天路 都會見到會有些水一灘一灘水 而這些水不是下雨 是在地面滲上來 所以大家街坊出入都會特別留意 因為地面實在是挺滑滑的 但這天濕的程度 真的不是平時的濕法 例如這個 康城的街坊 發出了Facebook 看到它的天花濕到 好像滲水灑完 而這個也是康城的街坊 發出了一條片 在Facebook 去一個玻璃網牆的住宅裡 天花濕到這樣 水是大一點 好像有機會滴水滴下來 有點像中雨石 可能大家會問 會不會只是康城最濕呢 其實在將軍澳來說 康城因為有兩邊環海 沒有那麼多山去附著濕氣 其實相對於寶林來說 已經濕氣沒有那麼重 可以分享一下VP的經驗 以前VP都住過寶林 或者張江有站 加上沒有一個露台浪衣 基本上用抽濕機是必然的 沒有浪洗衣服 例如洗手間或房間 開著抽濕機才可以乾到衣服 但搬來康城後 反而用抽濕機會相對可以減少 因為有個露台 很方便可以浪到衣服 所以入到康城後 VP用抽濕機的機會比較小 但如果你是將軍澳老街坊 你都會知道 抽濕機差不多是必須品 即是一部一定是不夠的 起碼都要超過兩部 而說回3月25號 也是非常濕的 甚至有些街坊 將軍澳中心的街坊 就說門中好像這麼出聲 都很大機會濕到 這場濕到中有機會是短路 剛才可能有點誇張 但真的發生了 在昨天 另外在西貢的朋友 亦都說濕到像核爆般嚴重 所以可想而知 其實香港不同的地區 都潮濕得非常之嚴重 剛才看到潮濕的例子 都是在天花、牆身滲了很多水 甚至在地面滲水出來 究竟是甚麼原因的呢 大家可能都有印象 潮濕多數都是在春天發生的 最主要原因是 冬天在我們大廈的建築物或地面 大約帶走大量的溫度 所以相對來說 牆壁或地面的溫度就會降低 而春天一些藍面的濕氣空氣 一來到 就會去到這麼冰凍的面 很快就會形結變成水 最誇張的程度 最誇張的程度 最誇張是星期五的日 3月25日就濕到 剛才看到片段的嚴重 如果一個比較直接的比喻 就是你拿一罐冷凍可樂 或者倒一些可樂 進入冰杯裡 杯的杯面就會濕透 可樂面就會濕透 其次情況 就等於你昨晚看到你的牆壁 或者你走過的地 為何這麼濕呢 就是這個原因 今天出片的時間是3月26日 最濕的情況 看來今年最濕的情況 應該是26日凌晨 25日之後凌晨 就真的一些牆壁濕到 水一坦坦在家裡 很誇張 甚至去到26日的下午 雖然天氣熱一點 雖然濕氣沒有那麼重 但地面上都是有一坦坦的水積 大家出入街坦 走過的時候就小心一點 因為都有機會滑下 尤其是你走開以為地乾了 突然間有水不小心滑下去 就很容易滑到 所以大家千萬留意 來到這裡我們不如欣賞一下日出康城夜晚的景色 在康城的生活圈 由最近距離5分鐘內 去到15至20分鐘內 附近有什麼特色的社區設施 又或者有什麼特別的最新發展 也有主力去介紹 跨灣大橋再加張藍田隧道 接近500英的工程 由無道友 究竟有什麼特色之處 Wippy 也有超過二、三十度片 去每段時期去分享一些特別要點 以及一些特別要點 記得不要錯過 另外Wippy 豬仔 channel 有個最新的playlist 或者是series 叫做Wippy CO3 這個系列專門去分享一些統計的數字 不單只是將軍佬 或者康城的統計數字 全香港不同類型有趣的數字 其實都會在用一些特別的技巧 去讓大家看到一些統計數字的變化 譬如這個就說最上十八個月 究竟將軍澳哪一區最多的樓宇成交 這些特別的內容 只有Wippy 豬仔 channel 讀加油 Wippy CO3 記得來這個playlist 找這些內容去看看 如果你不是很習慣 看YouTube的playlist 你想有個time sequence 好像Facebook 去看Wippy 豬仔 有不同的資訊分享 尤其是關於日出康城 有一個網頁叫做 Facebook 日出康城 group Wippy 豬仔 channel 記得加入這個group 有個time sequence 給大家看不同的分享 日出康城的group 最主要是日出康城的資訊 剛才所說的 Wippy CO3 有趣的統計數字 會另外有一個group 叫做Wippy CO3 Facebook group 記得去加入這個group Gigy aska Gigy also Gigy aska Gigy also issued準備迎 Into TV Wy Co. 或白 complet 欢迎订阅我的频道